字幕志愷 李宗盛 我們在推動智慧機界的時候 希望它環環相扣 讓我們整個智慧機界能夠深深不息 而且無限延伸的擴展 智慧機界乘上這個二代思維這個想法 其實是乘數效應才會達成無限大的結構 長期的知識累積跟新創的資訊 所謂的全新的感測值這樣的想法 會讓這個領域進一步的提升 我們進一步很同性的 可以跟台中市林市長的帶領之下 一步一步的推動智慧機械產業 所以我們在講智慧機械講鏈結 鍊結國際 鏈結在地 鏈結未來 兩個橘色然後舉有生前 把智慧跟機械鏈結起來 它像不像我們的齒輪 要鏈結在一起之後才會轉動 轉動全世界 因為齒輪所產生的力量 不是相加 是相成 像不像兩個手 大家可以形成一個團結 握在一起 同心 像不像兩個零 加起來等於無限大 我們為什麼要推智慧機械 因為機械本身其實怎麼樣把它智慧化 之外 我們產業 不同的產業 因為ICT的導入 因為自動化的導入 其實它也可以提升它的附加價值 希望把更多的資通訊 運用到機械產業當中 讓機械本身的智能化 以及它的資通訊的深度 廣度 還有運用更加的廣泛 怎麼樣去讓這個產業更有競爭 政府給的是這種環境面的一個協助 您在人才的培育 或者是在研發的補助計畫上面的一個 譬如說諮詢輔導診斷等等 Mix Taiwan把它混搭上去 混搭上去之後 其實就會有很多的創新進來 產業因為這樣能夠升級 而且能夠轉型 而且能夠創新 為了台中最重要的智慧機械產業的未來 我們必須還去想 我們怎麼樣改變我們的商業模式 智慧機械應該要有一個好的RSC